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这一期节目呢 其实录这期视频的时间是去年的10月份 很久很久以前了 为什么拖这么久呢 因为录这期视频使用的是索尼的AS20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摄像机是挂在脑袋的右边的 因为索尼的action camera都比较长嘛 所以说没有办法挂在脑袋前面 之前看过我视频的人应该都知道 我写过一个程序 它可以自动的读取照片的拍摄的时间的值 然后在final cut里面可以自动的帮我打这个位置 那我所依赖的就是这个timecode的信息 但是呢 索尼的AS20没有这个timecode的信息 所以我一直没搞定这个问题 尤其像这种活动 我照片拍摄非常非常多 我不可能每一张照片都去找他在什么地方拍摄 那肯定很浪费时间嘛 那也是最近抽空把这个程序完善了一下 那这样即使不需要这个timecode的值也可以自动的帮我打这个照片的位置 那么这一期的活动拍摄呢 就顺理成章的就出来了 那其实这段时间呢 一直有B站的朋友呢 说 哎 我做了几期80D的视频呢 后面都没有了 那是因为去年底呢 佳能出了EOSM那个微单相机嘛 因为我觉得那天相机吧 就相比于佳能之前的微单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所以我大部分视频都是优先以EOSM做的 那我之前在一个关于佳能的视频的描述里面有写 我把佳能的EOSM给卖掉了 那好多小伙伴都比较惊愕啊 就是因为我出了很多期佳能EOSM的视频 包括去外面旅游啊 包括一些拍摄视频啊 甚至一些商业活动的单呢 我都是拿这台相机去做的 那这台相机拥有触摸屏 拥有翻转屏 操作非常的方便 而且对焦又快 还能转接 适马非常棒的镜头 既然是这么好的一台相机 我这么推荐的话 那为什么要把它卖掉呢 因为呢 虽然佳能的双核对焦系统 对于一般的用户 比如说一般出去旅游进行拍摄 不太着急的场景 比如说小朋友都是坐在那个地方 动的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 甚至一些静物的拍摄 或者是些静态的商品 或者产品的拍摄 那它的对焦系统 其实是可以满足的 但是呢 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比如说一些暗光的情况下 它的对焦系统 就非常非常的不利索 非常的慢 就会非常严重的干扰我的拍摄节奏 对不上焦 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痛苦 那么其次呢 那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拍摄环境 那小朋友都是在这个游乐场里头 跑来跑去的 那移动速度非常的快 那佳能的双核对焦系统呢 基本上跟不上这种节奏 那尤其是 这还是一个室内的环境 室内的环境 光线都还比较暗 看过我之前 那个几个相机的大对比的节目呢 都知道 佳能USM这台相机呢 在暗光的环境下 尤其是连续对焦 连拍的情况下 拍第一组照片的时候呢 佳能的双核对焦系统 基本上是跟不上的 很多张照片都是糊的 当你这时候把快门抬起来 立刻进行第二组拍摄的时候 这时候这台相机的对焦反应 就会非常慢 快门的释放延迟呢 也会非常的大 那么你就很容易的错过 非常多非常好的拍摄时机 你像小朋友在嬉闹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的表情都非常值得捕捉的 所以相机呢 稍微反应慢一点呢 这些东西你都会丢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佳能的双核对焦系统呢 它的稳定性肯定就不如 佳能单反的相位对焦系统 第三点原因呢 是佳能的ESM 在持续的进行连拍以后呢 它的连拍速度 竟然会慢慢降低 写卡的速度呢 逐渐逐渐变慢 最终呢 甚至会造成相机卡顿死机 整个相机没有任何反应 那你像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出现一个比较好的场景的话 相机没有办法工作 这不是很过心吗 对吧 那你像我今天这个拍摄场景呢 对相机的反应速度 稳定性 对焦速度 各种各样方面的需求 比较高的话 很显然呢 选择可靠性更好的 佳能单反系统呢 是更加明智的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个镜头呢 是大家已经喜闻乐见的 驶马的50到100毫米 F1.8 20这个镜头 搭配80D这套对焦系统呢 我是没有发现任何的跑焦的情况 整个的对焦过程是非常的安静 非常的迅速 那么对于一些使用驶马镜头 担心跑焦的朋友呢 我觉得你们可以放心使用 反正至少我用起来的话 没有发现特别大的问题 第二点我要说的是这个镜头呢 大家都知道是恒定1.8光圈的镜头 虽然它是一个APS-C画幅的镜头 那么80D也是一个APS-C画幅的机身 使用这个镜头呢 它的等效全画幅的光圈呢 是大概F2.8左右 但是呢 它仍然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光圈 那像这种活动拍摄的场景呢 跟一般的人像拍摄是不一样的 你的快门速度会要求比较高 一般的快门速度至少要五百分之一 你才能非常清楚的锁住这些小朋友跑来跑去的场景 那你像一般人像拍摄的时候 人通常都是不动的 所以你的快门速度八十分之一 或者六十分之一影响的不是很大 那你使用这种快门速度来拍摄活动的话 基本上每一张都是糊的 千万不要低估小朋友的移动速度 他们移动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当你的快门速度必须要这么高的时候 为了保持你的曝光 你要么就是提高ISO 要么就是增大你的光圈 那么如果你使用一些光圈不是很大的 比如说到F5.6光圈的狗头 为了满足曝光 你的ISO基本上就是25600 51200 所以这个画质就是非常非常差 噪点就很多 适马的这个50100 它是恒定1.8光圈的镜头 F1.8光圈 它要比F5.6光圈大三档多一点 也就是说你在使用F1.8光圈进行拍摄的时候 你的ISO可以降低三档 一个完全相同的拍摄场景 如果你使用F5.6光圈的镜头 你必须要使用ISO25600才能满足曝光的话 这时候如果你使用F1.8光圈的镜头 你的ISO可以降低到2000左右 那这个画质的提升就会非常大 所以说像这种室内环境 光线是非常复杂的 很多很多暗光的地方 一不留神你的ISO就上去了 所以这种活动拍摄 拥有一个大光圈的镜头 也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第三点就是虽然这个镜头是F1.8的大光圈 大家都知道F1.8通常都是定焦镜头 也就是说它的焦距是没有办法更改的 像这样的活动拍摄 基本上是没有给你时间去往前进一步 往后退一步 那么室马这个镜头 可以给你提供一个50毫米到100毫米 这样的一个变焦范围的灵活性 它等下全画幅大概相当于80毫米到160毫米 那80毫米可以拍到一个稍微广一点的画面 那么你就很容易的拍到 这些小朋友活蹦乱跳的这种肢体 扭到长焦端 又可以让你非常轻易的拍到出 他们非常欢快的表情 所以这种活动拍摄 对于变焦的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是这个焦段比较长 它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站的比较远的地方拍摄他们的活动 因为有些小朋友其实对这种镜头比较感兴趣 如果你凑的比较近的话 他们会立刻跑上来 怼到镜头前面 站的比较远的情况下 不会打扰的他们 他们就会更加的去表现比较自然的这种情况 画面就会非常的好看 最后当然还是要提一下 室马这个镜头虽然光圈非常大 但是它的画质在全开的情况下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些照片放大了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整个的锐度都是非常的好的 你就拍不到非常好的画面了 说了这么多优点 其实这个镜头也是有缺点的 比如首先一点就是这个镜头非常的重 你像今天这个活动 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 所以说对于你的臂力 你的体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为了之前这么多好处 你付出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 第二个是这个镜头没有防抖 但是其实无所谓 因为我们的快门速度基本上是在五百分之一以上 那么拍摄这种活动的话 有没有防抖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总的来说这个镜头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适合这种活动拍摄 价格呢也不是非常的贵 虽然说5000块钱也不便宜 但是你要考虑一下 它是一个等效全画幅 80毫米到160毫米F2.8光圈的镜头 如果你去买一个全画幅的镜头 比如说加农的小白 70到200毫米F2.8光圈 这个镜头呢1万多块钱对吧 然后你还要搭配一个对焦比较好的机身 对吧 5D3起也是1万多块钱 像6D那个11个对焦点 只能当一个对焦点用的机器呢 基本上拍不了这种活动 对吧 小朋友的活动范围非常非常的大 总的算下来 搭配80D这样可靠性又好 性价比又高的机器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 那么像这种活动拍摄呢 基本上拍五六次就可以赚回来这个钱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再说回来今天使用的器材吧 我们今天使用的是佳能的80D 这台相机发布到现在已经还挺久的时间 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吧 但是呢 这台相机的性能啊 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尤其是跟同价位的相机去比的话 它各方面的功能还是占优势的 首先我们说一下它的对焦系统 佳能的80D呢 使用的是全十字的45点的对焦系统 虽然对焦点的数量不是很多 但是它的覆盖面积呢还是比较宽广的 搭配它本身提供的区域范围对焦呢 应付这种小朋友跑来跑去啊 活动范围非常大 移动速度非常快的场景呢 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如果你使用单点对焦的话 你可能不太容易的把对焦点 完全的放在跑道中的小朋友身上 所以说就比较容易对焦对到后面去 另外当你使用区域范围对焦的时候呢 对焦点的选择位置呢 只有三块 就是左中右三个地方 佳能更改对焦点区域位置的按钮呢 就在你的右边大拇指上方 那么你可以立刻按下来 就可以更改对焦点 同时呢 你可以立刻利用在你右手 食指下方的这个上波轮 或者前波轮 左右波动 立刻更改这个对焦区域范围的位置 接着你右侧的大拇指 立刻就回归到这个AFON的按钮 更改完对焦点以后呢 你可以立刻进行对焦 所以整个操作呢 就是非常流畅的 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更改你的构图 不管是把小朋友放在左边还是右边 基本上没有任何阻塞 所以说像这种活动拍摄呢 这种快速的操作基本上是必须的 另外佳能80D还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就是在你切换横向构图 或者纵向构图的时候 就是横的拿相机 还是竖的拿相机的时候 它可以记忆对焦点的位置 那么当你快速的切换横竖拍摄的时候呢 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在你横向拍摄的时候 对焦点是移动到左侧的 这时候你再切换到纵向拍摄的时候 这个对焦点依然会在上部的对焦位置 那么因为我们一般纵向拍摄的时候 人脸都是在靠上的位置嘛 所以这个功能呢 也会让你的拍摄更加的顺畅 不会因为你在切换过来以后 还要再去更改对焦点 这样的话 你就会有更短的时间去抓住你想要拍摄的内容 当然嘉能的80D也不光是拥有45点全十字的对焦系统 它也具备了嘉能非常牛逼的双核对焦系统 那其实像这种活动拍摄 因为现场你都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某些拍摄角度呢 你是没有办法使用光学聚景器的 这时候你可以切换到LiveView模式 使用屏幕进行对焦拍摄 嘉能的双核对焦系统呢 可以保证让你在LiveView对焦模式的时候 也可以获得一个足够快的对焦速度 虽然这个对焦速度呢 其实是跟嘉能的EOSM差不多的 当然是没有办法跟光学聚景器里的相位对焦速度进行比 拍摄一些移动速度比较快的目标还是有点够呛 但是呢像这种小朋友比较安静在吃饭的情况下 他的对焦速度还是完全能够满足需求的 这边你可以看到嘉能的80D同时也搭配了一个非常方便的翻转屏 相比于某些单法它是一个固定的屏幕 这个翻转屏呢可以让你更轻松的从一些刁钻的角度进行拍摄 同时呢它还是一个侧翻的翻转屏 你知道有些相机它只能上下进行翻转 这种侧翻的翻转屏呢 它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 当你需要一个比较低的拍摄角度的时候 比如说这时候小朋友他们都比你矮 然后呢又像我一样不喜欢从上到下直挺挺的拍他们的大脑门 而且又不想耗费体力弯下腰进行拍摄 同时呢你又需要一个纵向的人像的拍摄模式 那么这个侧翻屏呢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方便 可以让你毫不费力的就能拍摄到一个低角度的纵向的人像构图模式 并且你也可以看到它还是一个触摸屏 那么在你使用liveview模式的时候 你只要轻轻的在屏幕上一点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选择你的对焦点 所以各方面综合起来的话 佳能的80D不光是具有单反的非常优秀的 稳定性非常高可靠性非常好的降位对焦系统 可以拍摄非常快速的移动的对象 也可以让你立刻切换到拥有非常多的拍摄角度灵活性的翻转屏 同时也具备一个非常快速非常准确的双和对焦系统 并且再加上非常方便的触摸屏 那么像应付这种现场环境变化比较快 情况比较复杂的活动拍摄呢 佳能的80D还是非常非常的得心应手的 众所周知呢 佳能相机的JPAC直出呢 颜色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像拍摄这种场景呢 我基本上会调成人像的色彩模式 佳能相机呢 在渲染人像肤色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 白里透红 看起来就非常好看 那你像这种活动拍摄呢 动辄就是上千张的照片 你不可能每一张都去修吧 后期工作量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佳能这样直出提供的非常好的色彩呢 就可以为我节省非常非常多的后期的工作 那如果你是像我这样非常懒的人呢 佳能相机就非常适合你 然后虽然80D它是一个准专业的机身 但是它机身上的按键非常的多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个监屏 那么你查看上面的拍摄参数呢 就会非常的快 监屏上面呢 有一排按键 这些快捷键按键呢 可以让你非常方便 非常快速的调节相机的设置 所以像这种活动拍摄呢 就用起来非常的顺手 另外佳能80D在高速连拍的时候 它连拍速度可以达到7张每秒 那么我认为拍摄一般的小朋友的活动呢 7张的连拍速度已经足够了 速度再快呢 其实每一张照片的差别不是很大 同样的速度下呢 你的照片会更多 对你的SD卡的空间容量要求也更高 速度再慢一点呢 有可能会错过一个比较好的表情 所以我认为这个连拍速度呢 是非常合适 一般的普通的活动拍摄连拍的 还有一个就是佳能的80D呢 使用的是跟5D啊 6D 7D一样的级别的电池 那么像这样持续时间很长的活动拍摄的话 它的续航就会非常的好 不像如果你使用微单的话 它的电池非常小 你可能拍个一会儿就没有电了 然后换电池 那再拍个一会儿 一会儿没电了 换电池很烦 这一点呢 也是单反很有优势的地方 所以总结一下呢 我认为佳能的80D 搭配适马的5100F1.82的这个镜头呢 从操控性 稳定性 可靠性 到易用性 灵活性 到画质 甚至到性价比 市面上应该是没有其他任何的组合 比这套更好了 如果你的体力比较好 不介意这么一些重量的话 这套组合真的是 非常非常适合 在任何情况下进行拍摄的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所以呢 不要看了我这期节目 又被安利了 然后立刻去买了这套系统 我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你没有像我一样 这样有活动的拍摄需求 你只是自己在家拍拍的话 这套系统可能并不太适合 因为这个重量真的是很重 当然 如果你想锻炼身体的话 那就无所谓了 好的 阿布拉基手册子 做死拍 不瞎 比比 拜拜 好了 其实我为了避免特殊情况的出现呢 也带了适马的18-35毫米 F1.8的这个镜头 那这边呢 就需要拍摄小朋友 从家长拉的这个顾下面爬过的一个情景 你这边可以看到呢 小朋友是从很低的位置爬过来的 那你想要拍到他们呢 就必须要从很低的角度进行拍摄 如果这时候使用佳能的光学取景器 相位对焦进行拍摄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趴在地上 一个因为是我比较懒啊 不想趴在地上 地上也比较脏 第二个是因为小朋友在地上往前爬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那我个人呢 我个人呢不是特别信任佳能80D在LiveView模式下的双核对焦的追踪能力 所以呢我也就没有挂载80D使用翻转屏进行拍摄 第三个呢 其实我是想尝试一下 通过MC11转接环呢 转接到索尼的A6300 它的这个连续对焦能力 是不是能够跟上这么激烈的活动拍摄 首先呢你可以看到 因为索尼的A6300呢 它是配备一个翻转屏 所以你像这种需要非常低角度进行拍摄的情况呢 你只要使用翻转屏蹲在地上就可以了 所以呢其实你可以看得出翻转屏在应付这种比较复杂的活动拍摄现场呢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当然了 我把照片放大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大部分的照片呢 都是没有对上焦的 因为呢我使用了士马这个18的35毫米 它是通过士马的MC11转接环 转接到索尼的A6300机身上的 那么这条系统呢在单次对焦的时候 它的速度还只能说算可以 跟原生卡口的镜头速度肯定是没有办法比的 那一旦遇到这种需要连续追焦的情况呢 这条系统呢就显出了它的疲惫 虽然说本身A6300的对焦系统非常好 但是呢MC11转接环呢 没有完全发挥这条系统的优势 其实我个人不是很清楚 它原因是什么 因为大家就知道士马其实是有做索尼原生卡口的镜头的 所以说一卡口的这个对焦协议应该士马都是知道 所以为什么士马的算法或者是软件硬件 没有最大化的发挥这套非常好的对焦系统的性能呢 其实是很可惜的 因为索尼的一卡口的APS-C画幅的相机呢 比较缺乏高质量的镜头 了解过的朋友都知道 索尼的APS-C画幅的一卡口镜头呢 跟其他的系统比如说佳能尼康甚至是富士来比的话 它的选择性比较小 要么就是特别特别的贵 要么呢就是焦段不合适或者光圈太小 所以如果士马能够通过固件来提升 士马18到35毫米2的这个镜头 在索尼A6300或者索尼任何其他机身上的对焦速度的话 那么这套系统的搭配呢 我相信应该是索尼APS-C画幅用户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士马这个镜头呢 不光是焦段比较适合平时的挂机拍摄 那么光圈也是比较大 价格呢在二手市场上也就是3000块钱左右 画质也好 所以说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之所以在这边的拍摄 我没有使用士马的50到100毫米呢 是因为这个焦段还是比较长的 焦段一长呢 它就视野就比较窄 那么你像这种小朋友爬过这个布的两侧 家长非常宽快的表情呢 你用那么窄的视角 其实基本上拍不到的 第二个一个是呢 你可以看到在布的尽头呢是有一个海盗打扮的老师在接着小朋友从这个布下来 那如果你使用长焦镜头的话 你的画面会完全被这个老师的身体挡住 那小朋友这些非常欢乐的表情呢 你都拍不到了 所以这时候士马的18到35毫米呢 它提供的是一个等效28到50毫米这样一个焦段 使用28毫米呢 你就可以把相机放到老师的身体前面进行拍摄 那么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拍到两边家长和小朋友的表情 同时呢 你也可以看到如果老师身体挡的比较严呢 你也可以利用翻转屏从上往下进行拍摄 这样呢 也可以获得比较不错的视角 所以呢 我想说的是像这种活动拍摄啊 现场情况你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配备一个从广角到长焦这样的一个大范围的焦段呢 可以让你非常灵活的应对现场的情况变换 那士马的这两个镜头18到35毫米啊 50到100毫米 它是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合适进行活动拍摄的焦段 所以呢 你不管是需要广角还是需要长焦呢 你只要换两个镜头就可以了 同时呢 它每一个镜头所提供的焦段呢 也是非常灵活的 不光是这样 而且这两个镜头呢 都是恒定f1.8光圈的 当然了 它不光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背景虚化的效果 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你的进光量增加以后 你可以以一个比较低的ISO来提供一个比较高的快门速度 那你其实像小朋友跑来跑去闹来闹去 对于快门速度还是要求比较高的 那么这时候如果你使用f4光圈或者f5.6光圈的话 那ISO就会下降很多 那么你的画面的画质就会非常的差 所以总结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需要进行活动拍摄的摄影师 同时你的预算又不是特别的充裕的话 那么你考虑加能的APS-C画幅的单反 并且搭配适码的18-35毫米f1.8art和50-100毫米f1.8art 这两个镜头呢 我觉得应该是市面上来说 拍摄活动效果操控性各方面来说性价比最高的一套搭配 当然了如果你想买回来拍拍自己家里朋友什么的也可以 只要你臂力够好不闲这两个镜头重就行 那么如果是外出旅游的话 带着两个镜头就会有点考验体力了 好吧我这最后只是想稍微补充一下 索尼的A630能使用适码的18-35毫米 在转接的情况下它的性能是怎么样 因为对焦系统跟不上嘛 所以说大部分照片都是糊的 那我就没有放到正片里 所以呢就真的没有了 后面你不用看了真的没有了